六港町公所相映觀光局 鸞丹家衛說在一月份的時候 推出民眾住在六港 就能參加政賞黑市集的活動 這次總共有13間 提供7608間UK名單 26號再起時 六港町町康志雄和民眾入价 也在町公所的大廳 現場公開挑戰 挑出十位幸運鄉親 六港町町康志雄 同推廣電風12時跟觀光 基板今年一月份參加南東結尾 都在六港的路客 送黑市集公開挑戰活動 在主張民眾入仗建政賞 挑出十名幸運得主 在地的美食 跟我們六港的觀光做一個結合 尤其在我們公所 直接一月份舉辦一個 南東的一個計畫 一個擴大 要抽烏魚子的贈送給我們 我們可以來六港入獲才入獲 由於今天 我們救到 所有的旅書業者 提供了768名的一個名額 在今天我們公所 來舉辦這個抽獎活動 再次也恭喜 今天獲獎的人員 我們公所一定的意義 把這個抽獎得獎主 把這個烏魚子送到府上 去用 願意跟我們電影的旅書業者 來做結合 吸收努力 推動我們電影的美食 與觀光的一個推動 觀光教推出南東補助計畫 加上電工所大手臂 送黑市集的活動 讓一月份的觀光客 比翁尼增加兩聲 今天我們送這個烏魚子 這對來六港的人 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這也是我們六港的特別的特產 也有感覺說來六港 有這種品質無貴的感覺 在這個旅遊這次 南東的計畫 其實是高波 跟定工所這次辦的 這個六港計畫的名額 對我們民衆業者 提升至少兩次以上 其實是很好的一個計畫 希望說定工所 跟這個高波 沒有這個觀光教這部分 可以在這個淡季 再繼續跟我們 集集這個運動計畫 這次負荷參加主席的入獄 總共有七百六十八斤 未來六港町公所 可以繼續跟六港的 第十美式結合路由 跟六港的文化提供出去 多謝華新聞林貴英 六港財宏寶德